花莲施工所浩克学堂幸福手作 25号下午进行的是 皮雕手作零钱包课程 学员们在老师指导下一针一线 缝制属于自己的零钱包 虽然正是防疫期间 不过课程一开出 报名人数很快就额满了 而施工所也会持续开办类似课程 来丰富民众的生活 市长威家贤以及27位学员们 在社区大学吴秀如老师的指导下 一针一线的缝制属于自己的零钱包 因为是皮革 所以缝制过程中还有一些难度 真的不简单 手作的东西真的跟一般机器比起来 比较有温度 但是手作过程你可以了解到 其实做皮革这件事情 还有缝车 还有一些要做设计 那真的是要功夫跟时间 施工所开放这样的课程 感觉怎么办 嗯不错 就是其实让大家居民 假日有地方去 他针法在尊赵老师的针法下去 其实就是很容易下手 跟一般公衣服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不一样 不一样 因为他比不一样 他是一针先过去 第二针再从原来的那种 再从未来 虽然正值防疫期间 不过课程一开出 报名人数就很快而满 市长魏嘉贤表示 这一阵子因为新冠疫情的影响 许多大型活动都暂停 大家也都闷了许久 施工所借由小班形态的课程 希望市民相亲走出家中 找到自己喜欢的班别参与 那今天是我们花联市工所办理 客委会的一个客家人才培训班的一个课程 那主要也非常感谢客委会跟花联县政府 跟我们所有的 支持我们所有活动的一个单位 那我们今天也特别请到我们 社区教育大学的陈秀如老师 来帮我们上这些皮雕的课程 那主要让学员体验一下皮雕的制作方式 无论是大朋友小朋友 都一起来感受这样子一个制作的氛围 那我们虽然是要有部分的报名费 但是也看到很多的我们朋友都非常踊跃 那我们基本上在整个上课的过程里面 也是按照所有防疫的规范来走 那也希望说所有的好朋友 因为这段时间真的闷很久 那也希望我们课程不间断 那也在培养客家的人才的部分 希望未来能够在这里面 能够找到自己喜欢的信向 未来朝这个方面继续来做发展跟研习 有关施工所开办的各项研习课程般别 民众不妨多注意花莲施工所官网讯息 记者刘明胜 华联市采访报道 推翻转道 语 操 语 vitam